ok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要继续呢 给大家去说我们的这个购物车啊 首先就是涉及到我们这个 购物车页面的这个GS的操作啊 那么这里面首先先从哪一个说呢 我们先从这个说啊 比如说我这个全选的吧 唯一不选中 那么这些商品呢都应该不选中啊 我这里面唯在选中的话 这些商品呢都应该选中啊 所以这边呢我们需要在这里面呢 去写这样的GS啊 首先第一个功能啊 就我们需要在这里面 我在下面呢去加一段GS的代码啊 写上一个block bottom files啊 在他里面哎定义我们的这个函若 and block bottom files啊 导入static啊 load static files啊 在下面呢 首先先引入这个GS文件 在这边写上script啊 然后呢写上一个src 等于这个static 这个GS下面的几块了啊 OK那么 在这里面呢 引入之后 我在这里面呢 我要实现功能 那么这个呢 就是实现我们这个 全选和全部选 就商品的全选和全部选 商品的啊 全选和全部选 好 那么这个功能我们要实现啊 那么下面你就看一下 我应该怎么实现 我这个 比如说我这个全选的checkboss 我的状态一变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要跟着我变 你是不是全选的变成什么 上面就变成什么 所以这部分的话 你需要呢去设置一下这个全选的checkboss 它的一个改变的事件啊 当它一改变的时候 你就要执行一个函数 在这个函数干嘛呢 拿到这些商品里面的checkboss啊 把它们的状态设置为 跟你全选的checkboss状态呢 保持一致啊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实现这个全选和全部选啊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先要找到这个全选的checkboss啊 首先在这里面看到啊 这个呢就是我们全选的checkboss 那么它在哪呢 它在这个UR元素里面 那么这个UR是谁呢 它是这个settlements啊 那么首先我们应该先去找这个settlements啊 直接是到了根据这个类选择器来找 叫做点settlements啊 是吧 settlement settlements啊 找到它之后 那么我要找里面的checkboss啊 你注意这个怎么找啊 我在这里面再给大家说两个几块的选择器啊 找到这边 几块啊 我们几块它的一个选择器 然后点开啊 几块的选择器里面 你注意啊 我要去找checkboss怎么找啊 注意上面呢 这里面有一个选择器 叫做码号checkboss啊 它的 你使用这个选择器的话 它们它的作用呢是 返回这个所有type等于checkboss的 input的元素啊 其实呢 这个选择器 我就可以找到一个checkboss啊 那你注意啊 这里面其实呢 还有其他的啊 还有其他的啊 它其实呢 这几种选择器呢 都是根据这个input的类型去获取input的元素 对吧 那么你注意啊 前面呢 你们讲的可能是这个什么id class选择器 对吧 还有这个元素选择器啊 但其实它还有其他的啊 你注意 尤其是我们要用到这个checkboss啊 那么你知道它之后对吧 现在呢 我这里面已经找到了这个settlements这个ul元素 所以呢 我要找它里面的checkboss啊 那么这个用哪含书 好 这个 你注意啊 这个是找ul的子集元素啊 子集元素 不是它的属性啊 是找它的子集元素 这个呢 你不能在这里面使用这个children啊 children呢 是找子元素对吧 只有是它儿子啊 所以呢 这个我们要找它 这是它孙子对吧 所以呢 你要去找它里面有个方法叫做 fund啊 fund啊 fund里面写谁呢 写上一个checkbox啊 这里面呢 其实就通过它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checkboss啊 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呢 去获取这个全选的checkboss啊 那么 好 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在这里面就是它 然后呢 当它改变的时候 我要执行一个函数 叫做change啊 就是找到这个全力能气boss 当它改变的时候 我要执行一个方法 执行方法的时候干嘛呢 首先我在里面 我要获取全选的checkbox它的一个选中的状态啊 选中状态啊 其实呢 就是获取它的check的属性啊 那么你在这里面 到了 this它就是这个全选的checkboss 我要获取它的check的属性 所以呢 有一个方法叫做 proble 获取谁的属性呢 获取这个check的它的一个属性值 最终呢 它会给我返回一个true或者false啊 ok 在这个啊 然后有了它之后 对吧 我们就便利啊 就便利商品对应的啊 商品对应的checkbox 那么设置这些checkbox啊 它的一个选中状态和我们全选的checkbox 保持一致啊 一致 来保持一致 好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实现这个全选的就这样 现在关键的是啊 你怎么去获取到商品对应的checkbox啊 那么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面呢 这购物车这边 每一每一行的都是一个商品 每一个商品的前面呢 都有一个checkbox啊 所以呢 你在这个页面上 你仔细观察一下啊 每一个商品都在一个UL元素里面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要先找到这些商品里面的UL 再找它里面checkbox 是不是就商品的checkbox啊 所以你在这边啊 首先看一下它的类 它的类呢 叫做cutlisttd啊 那我找的时候 我就应该先根据类来找UL 就是dollar 然后点cutlisttd 好 这样的话 我是找到商品的UL元素 然后我找到它里面的这个checkbox呢 跟我们刚刚说的一样 find 我们的选择器叫做checkbox 切kbox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找到这些东西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便利了 一起啊 实现一个便利 便利的时候呢 设置他们的状态啊 所以在这边 往下来 把它呢 放到这边 就是 Dollar.kata listtd find 冒号checkbox啊 一起便利 function 好 你在这边 每一个dollarthis呢 就是上 就是一个checkbox啊 每一个dollarthis 就是一个checkbox啊 所以呢 你就可以设置了 直接是dollarthis.atd proper啊 设置它的属性 设置它的属性 为什么呢 设置它的check的属性 跟我们获取到的 这个全选的 保持一致啊 ischeck的啊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呢 就可以呢 实现这个商品的选中 还有呢 全选和全部选啊 那么这里面 我们看一下啊 比如说在这里面 我直接点击刷新吧 OK 点击购选 是不是都不选了 对吧 再点击回来 是不是又回来了 对吧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行主啊 它呢 就是实现这个商品的全选和 全部选 然后你注意的话啊 那我这里一选的时候 我这边要不要变 对吧 这边显示的应该是我们选中的商品的 总价格 还有呢 总建筑 对吧 所以呢 这一部分你要注意啊 你需要呢 去计算被选中的商品的总数目和总价格啊 在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呢 你还需要去计算一下啊 我们在这边再来一个啊 你再计算 被选中的啊 计算 被 选中的 商品的总建筑啊 总建筑和 总 价格啊 总价格啊 那么这个的话 其实呢 首先你要找到这些被选中的商品有哪些 那么什么叫做商品被选中呢 是不是我前面的checkbox被勾选就说明选中了 对吧 所以呢 你要找到这些东西啊 找到哪些 哎 这些商品呢 是被选中的啊 那么这里面你就看一下啊 我们说商品都在哪里面呢 商品都在这个里面 对吧 商品都在这个里面 那你要找他呢 就其实呢 就是dollar 点 cut list tt 好 这样的话啊 你你如果是这样找的话 是不是 商品所在的ul 不管选中的 没选中的 你都找到了 对吧 那么我们要找被选中的啊 我应该先去找哪些checkbox的呢 被选中了啊 这个呢 哎 又涉及到 我们要再给大家说一种选择器啊 那么这个选择器呢 注意啊 它的作用呢 它的选择器啊 往下来 这个选择器 叫做 mah check的啊 这个选择器是干嘛的呢 获取被选中的 input的元素啊 所以呢 你要被选 你要找 你要找他里面被选中的这个checkbox 我们呢 就也是呢 可以呢 去犯的啊 只不过这次犯的时候 我写的不是冒号checkbox 不是冒号checkbox啊 我找的是被选中的 所以我写上个冒号check的啊 好 这样的话 你这里面的这个东西呢 它是获取所有被选中的商品的checkbox 对吧 哎 它呢 就是啊 它的作用就是 获取所有被选中的商品 被选中的商品 它的一个checkbox元素啊 这里面是它 那么我的目的是找谁呢 我需要呢 去找到这个商品的ul啊 我需要去找到ul 找到ul之后 我就可以拿出这个商品的小计 还有商品的一个数量啊 然后我就可以呢 去做一个累加的计算啊 那么这里面你到底啊 怎么去找所有被选中的商品 它的ul元素啊 那么这个你要注意了啊 现在我们拿到的是被选中的商品 它的checkbox对吧 那么这个checkbox呢 被选中的商品 它有一个 它的checkbox 它有一个复级的元素 叫做ul 所以呢 你只要回过头来 在这边去找它的复级元素啊 那么你注意啊 这里面复级元素 有一个方法呢 叫parent 有一个呢 叫做parents啊 parent parents有什么区别啊 parent是找他老爸啊 parent是找他老爸 那parents呢 找他对吧 只要是他 只要是他老爸以上 对吧 都可以找啊 这是parents啊 所以呢 你要注意啊 我们在这里面 你看 你找到这些checkbox之后 那么这个ul 是不是相当于他爷爷 对吧 所以呢 你要使用这个parents啊 使用parents写什么呢 找到他复级的这个ul元素 那么这样的话 最终经过他 你这个 你这个啊 查询的时候 他是 获取 所有被 选中的 商品 所在的 ul 元素啊 ul元素 注意啊 这里面的一个区别啊 我先找到 所有被选中的 商品的checkbox 然后回过头来 再找这些 被选中的checkbox 他复级的这个 ul元素 那么最终我找到的 这些ul元素呢 他对应的商品呢 一定是被 选中的啊 所以呢 我可以呢 去进行一个 便利啊 就在这里面 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可以在这边 定一个方法啊 function 他的作用呢 叫做update paj info 那么在他里面呢 我要去计算这个 被选中的商品的 总价格啊 总价格 还有呢 总建树啊 那么这个呢 其实呢 就是做一个便利 好 便利的时候呢 你每 你这里面的dollars 就是对应着 一个商品的ul元素 那我在这里面呢 我要计算这个商品的 总建树 还有总价格的时候 我就要获取 他的这个数目 还有他的一个 小计 所以呢 你在这边 你看一下啊 dollars 是ul 那我要找到 ul里面 对应的这个 商品的数目的话 我怎么找 是不是在他里面 对吧 这个impute元素 它的value值 就是商品的一个数目 那么 它的类型叫什么呢 它叫做 nama show 所以呢 我可以呢 dollar this 然后呢 去找它的子元素 叫做find 然后呢 根据lay 来找叫做nama show 最终我要取出 它的这个value 好 这里面我找出来 就是这个商品的数目 然后呢 我要找商品的这个小计 小计呢 在这里面吧 然后你看 继续还是从dollars 里面找 然后呢 这个dollar this 好 这里面呢 那么你注意 它在li里面 这个lri呢 它是这个ul的儿子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使用 我们的这个children啊 children 然后呢 找这个 根据lay来找 对吧 这个lay呢 叫做我们的col07 所以叫点col07 然后呢 取出它里面 那有点text啊 把它拿到 然后呢 这边就是商品的一个小计啊 所以这边 我们在这边就可以呢 获取商品的数目 获取商品的数目和小计 好 那么获取完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做一个累加啊 因为我们最终要计算一个总和 那么你可以在外面呢 给它定义两个变量 一个呢 叫做total counter等于零 对吧 一个呢 叫做total price 也等于零 它俩呢 分别是保存这个商品的总建数 还有它的一个总价格 所以我在这边我就可以去累加啊 在这里面拿到之后 累加计算商品的总建数 总建数和总价格 那么这个呢 其实呢 就是把这个counter 累加的totalcounter上门啊 但是这俩是字符算 你要转换一下啊 就counter 那么等于我们的pass int 写上一个counter啊 先counter 然后再往下呢 这个amount 它呢 等于我们的pass flutter amount啊 然后累加的话 直接呢 就是total counter 加等于我们的counter 然后再往下这个total price啊 我们的total price 它就加等于我们的这个amount啊 加等于amount 那么你加完之后对吧 这样呢 经过这个循环之后 我就便利计算出来这个商品的总数目和总价格 然后最后出了这个循环之后 然后最后出了这个循环之后我下面呢我要去设置被选中啊 设置 设置啊 我们被选中的商品的总数 总件数 它的一个总件数和总价格 那么这个你就需要看你在哪设置啊 你看到他在哪设置啊 在这个em里面我要设置被选中的这个商品的总价格 那么这个呢 b元素里面呢 我要设置这个被选中的商品的总件数啊 所以呢 你要找到这个em 还有这个b元素啊 其实呢 就找它 找它的子元素 就是dollar dollar啊 还是呢 点 settlement settlement啊 然后呢 点对吧 find的 find的谁呢 我要元素find的em 这里面是不是找到了 找到完之后呢 我就可以呢 去设置它的这个tags 对吧 好 同样的道理 那么像这个b元素的话 也是一样的啊 把这个拿过来之后 然后呢 这边应该是find的b 哎 找到这个b元素 然后设置它里面的内容 那你把这两个拿过来之后呢 它就可以设置了啊 把它放到我们的下面 然后在这边呢 我就可以呢 去 对吧 tags就应该等于我们的这个totalprice啊 totalprice 然后我这边totalprice 那么因为它计算之后呢 它的小说点位数可能不是两位 所以呢 我要去做一个 转化tofix的2啊 然后再往下这里面总件数的话 直接写上一个total counter totalcounter 那么这样 我的这个方法的作用呢 它就是计算这个商品的 被选中的商品的总件数 还有它的一个总价格 那么我这里面全选和全部选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呢 去调用上面这个方法啊 更新我们页面的信息 直接就到update pager info啊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边看一下啊 我在这边呢 现在 我点击这里面的刷新 好刷新完之后呢 我这里比如说 我一不选对吧 这是不是叫零 对吧 我一选 它是不是又回来了 对吧 这样的话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 全选全不选的时候 这个被选中的商品的信息呢 要发生一个改变啊 要发生改变 这是我们的这个啊功能 在这功能里面呢 写了两函数 写了这个啊 还写了这个函数啊 OK 那么除此之外 下面呢 继续往下看啊 比如说 它本来是选中的 哎 我一不勾选 对吧 你的这个 是不是就不勾选了 对吧 我再勾选回来 它是不是应该又勾选了 对吧 所以呢 还有一个功能呢 就是啊 商品啊 就是我们商品 它的啊 商品对应的 这个checkbox 状态 发生 改变时 对吧 哎 你需要呢 判断啊 我们需要呢 去设置 全选 checkbox 它的一个状态啊 全选checkbox 它的一个状态啊 那么这个的话 你怎么做啊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不管 不管是 不管是哪一个商品的checkbox 只要改变的时候 你是不是都要去判断一下 它要不要被选中 对吧 所以呢 你应该呢 去绑定这些商品的checkbox 它的一个改变的事件啊 只要它一改变 你就需要呢 去做啊 那么这个改变事件在哪呢 首先啊 找到商品里面的所有的checkbox啊 其实呢 就我们刚刚给大家说了 先找这个商品的URL 点catlist TD 然后找它里面checkbox 这次呢 所有的 直接找checkbox find的checkbox啊 然后改变 change 好 它一改变的时候呢 我在这边 我要执行一个方法 对吧 在这方法内部 我就需要呢 去判断 这个全选的 应不应该被选中啊 那么 然后看一下啊 它怎么判断 它有没有被 应不应该被选中啊 你首先你在这边 你看一下啊 那么 最直观的做法呢 就是 你页面上 是不是一共五个商品 对吧 被选中的有几个 对吧 现在是不是有仨 你只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找出这个值就可以了 我先看一下 页面上一共有几个商品 然后呢 我再去找到这些 被选中的checkbox 有几个 对吧 如果你被选中的数目 小于所有的数目的话 那么就是说明 有商品呢 没有被选中 它就应该不被选中 对吧 否则 它是不是应该就被选中 所以在这边啊 你就可以按照正式来找到所有商品的一个数目啊 我们在这边你就可以呢 其实呢 就是获取 页面上 获取页面上 获取我们的页面上啊 商品的数目啊 所有商品的数目啊 那么这个怎么找 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看 我们这个页面 每一个商品都在一个cut list 都在一个URL里面 对吧 那么这个类呢 叫cut list 那我就可以呢 去找到这些商品 它对应的URL 直接呢 就是dollar 点cut list 那我找完之后 我要看到有几个呢 它有一个属性叫做点 Lens啊 我只要一点Lens 找到几个URL 是不是有几件商品 所以呢 这边呢 我就可以呢 有这样一个东西叫做 allens啊 OK 那么有了它之后 对吧 下面呢 我要 获取页面上 获取我们的页面上 被选中的商品的数目 那么什么叫做商品被选中呢 还是我们说的 是不是 只要它里面切个boss被选中 是不是就被选中了 那我就可以呢 去看一下这个cut list TD里面呢 被选中的切个boss 它有几个 对吧 其实呢 就是啊 dollar 点 cut list 好 找它里面被选中 切个boss 直接点find的啊 点 find的 使用我们的这个 冒号 check的这个选择器的 你是不是找到被选中 切个boss啊 我要看它有几个 是不是点Lens 对吧 所以呢 也是这样的啊 直接把这个东西呢 把它 拿过来 你只要拿过来之后 这里边呢 我们找到的被选中的啊 下面呢 我把这个值一接 下面我就可以对比了 check的Lens啊 好 那么 判断 如果 这个 check的Lens啊 如果我们被选中的这个商品的长度 小于所有的长度 是不是应该 全选就应该不被选中 对吧 所以呢 你要去设置我们全选里面的checkboss 它的一个状态啊 就直接 这一个选择器呢 就找到全眼的checkboss 我要设置它的属性呢 proper 设置它的check的属性 为什么呢 为我们的这个boss 不被选中 对吧 否则它就应该 被选中啊 直接 在这里面呢 设置它的 proper check的属性呢 就应该 被选中 所以呢 设置为 去啊 好 当商品的这个选中状态 发生改变的时候 这边要不要变 对吧 要变的话 我们就可以呢 再一次调用我们上面写的函数啊 更新我们页面的信息 所以呢 叫做update page info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效果啊 我在这里面 刷新的话 好 那么刷新的话 这都被选中的吧 比如说我一点击它 哎 它是不是不被选中了 对吧 而且这里面也变了 比如说我再点一下 那么这个呢 又变了 对吧 同理 我再把它俩勾回来 我勾一个 哎 这边又变了 那么我再勾一个 好 这再勾一个啊 好 这边也变了 并且是不是都被选中 它也被选中了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 你商品的切割吧 状态发生改变的时候 哎 这个全选的啊 它的一个状态啊 我们要进行一个相应的设置啊 那么你像这里面的话 这两呢 你可以呢 稍微呢 去做一个判断啊 我首先定一个变量 就到 is check的等于这个 true 好 如果它小于它的话 我就让它等于这个 false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化 is check的等于这个 false 好 那么下面呢 我就没有这个 else了 我就根据我的判断 把这个全选的切报导 它的状态呢 设置为这个 is check的 对吧 哎 如果它小于它的话 你就应该变成 false 否则条件不成立 它就应该是 true啊 它就应该是 true 好 这样的话 其实一个效果啊 你在这边 你直接在那边刷新啊 一样的效果啊 一样的效果 你再勾回来 它又回来了啊 OK 那么这是这个啊 就是这个了 你才来的 黑丝 这边的 unusual anteheld 想不转购 努力 不忍赐 侍可 终aras exhibited 一些 冬